台风过境 基隆外木山沙滩满地的海漂垃圾 但却有志工出现在沙滩上装了好几袋垃圾 看到很多民众也是自发性的愿意来帮忙 各种海漂垃圾 树枝 塑胶通通都有 虽然环保局全力清理 垃圾金洋流带到北部海域 随着潮水打上岸 涌进了大五轮沙滩 让沙滩开放时间一言再言 这是很脏 所以我就拜托我们志工来帮忙打扫这边的环境 让我们这边有给外地的人印象特别好 有能吸引很多客人来这边玩水 我们有看到沙滩上的漂流木跟杂木很多很多 那其实环保局已经很认真的在清掃 不过清掃的速度远不及于台风外围环流 造成的让卷起来的产生的影响 所以我们号召我们当地的内寮里的志工十几位 一同跟环保局还有我们产发处的人员 一起来做一个淨滩的活动 希望能够尽快把我们沙滩的美丽的容貌赶快恢复 不少志工自发新的临时起义到场淨滩 没想到意外获得其他游客支持 近期也有活动想要举办 然后会来非常多的观光客 那我们希望基隆这么好的一片沙滩 能够让大家来的时候能够留下很好的印象 因此呢我们昨天就想说来个快闪的活动 然后邀请志工 然后甚至邀请这个现场的这个游客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加入我们一起来淨滩 没想到获得了很大的回响 大家就是一个接一个整个海岸像破窗效应一样 全部海岸全部都是民众 然后就近把它周边的垃圾 周边的漂流木一起捡到这个太空包里面 原本预计要清理好几天的海漂垃圾 在志工们的协助下短短几个小时就清理完毕 许多人看到这一幕都称赞 借用最美的不只有风景 还有这一群三星志工 让外木山沙滩早日恢复美丽的原貌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